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我是安排市级重点项目400个 年度投资计划达1050亿元 押青会体育场和体育馆金属雾面施工基本完成 场馆雄资初步展现 驻港新城六条道路基本建成 与中山东路等城市主半道实现互联互通 城海区教育系统出十招 全力服务好一万多名流善过年的外省级师生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今天是2021年2月4号星期四 农历落月2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拼取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官城落实省有关会议精神 拼取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 市法院 市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市委书记马文田 市长曾丰堡等出席会议 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 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 市法院 市检察院党组工作成效 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1加1加9工作部署和1146工程 积极屡职尽责 狠抓工作落实 推动汕头十四五 开好局 骑好部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要胸怀两个大局 牢记职责使命 关大事 谋权局 抓大事 坚持底线思维 保持战略定力 勇于担当作为 增强斗争精神 全力以赴完成好各项目标任务 奋力推动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要切实发挥把方向 管大局 保落实的领导作用 加强党组自身建设 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切而不舍抓好党崩廉政建设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 持续减轻基层负担 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 昨天下午 我是召开全市博硕士用人单位工作座谈会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协调解决 我是在引进和使用博硕士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推动引进博硕士三年行动计划落地落实 市委书记马文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 深刻认识做好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 牢固树立 抓人才就是抓发展的理念 把做好引进博硕士工作 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作为全面落实1加1加9工作部署 和1146工程的具体行动 不断提高工作的创新性 针对性和时效性 切实让人才成为汕头改革发展的发动机动力源 要坚持政策引财 拿出爱财诚意 广开敬贤之路 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上阵 落实落细 引进博硕士三年行动计划各项政策 尽快解决工资发放 补助申领 配偶安置 子女入学等问题 不折不扣抓好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双聘制 要坚持情感留财 加强人文关怀 落实硬件保障 用心用情做好人才就地过年的关心保障工作 营造关爱人才 服务人才 凝聚人才的良好氛围 让人才融入汕头 扎根汕头 贡献汕头 要坚持环境聚才 搭建良好平台 生化产材融合 做到人港相识 人尽其才 激发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活力 为汕头开局起步十四五 实现迎头赶上 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会上 与会单位围绕博硕士引进使用中 碰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进行发言 市领导雄松 邱一辉 陈武南参加会议 今天上午 我市召开2021年 全市重大项目建设总指挥部第一次会议 继全年雇头任务部署工作会议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今年 我市安排市集重点项目400个 年度投资计划达1050亿元 市领导双德会林小勇 赵志涛 李昭 蔡荣参加会议 过去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我是以项目带动投资促进发展 取得明显成效 去年全市378个重点项目 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1000亿元的目标任务 55个省重点项目完成进度位列全省第一名 今年 我市除了安排市集重点项目400个 还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 谋划了100个强基础 谋长远重大项目 纳入重点建设项目管理 会议强调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坚定信心 压实责任 推动落实 迅速掀起新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热潮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分解任务抓紧落实 围绕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转型升级 及社会民生领域抓投资 确保一季度实现投资开门红 不折不扣完成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 要严格按照持续进度挂图作战 确保项目如期实施 力证一批重大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全力以赴保持有效投资强度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 今天市委市政府发出慰问信 向祝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 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列军署残疾军人 转业复员退伍军人 致以新春的祝福和亲切的慰问 慰问信指出 去年以来 驻善部队广大官兵发扬雍正爱民的光荣传统 关心支持我是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 赢得全市人民的拥护爱戴和广泛赞誉 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 列军署残疾军人 转业复员退伍军人 始终保持本色 初心不改 在不同领域 不同战线上 接续奋斗 屡见新功 在此特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2021年是奋进十四五 逐梦新征程的开局之年 我们将继续把巩固军阵军民团结 作为推动汕头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要保障和不节动力 一如既往的支持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 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 积极推动军民深度融合 认证做好 佣军优属各项工作 全力帮忙部队解决好 三后等实际困难 健全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切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在全市形成 支持军队建设 尊崇军人职业的浓厚氛围 共同谱写新时代 军爱民 民佣军 军民与水一家亲的崭新篇章 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昨天上午 亚亲会汕头市职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传达学习省市关于第三届 亚亲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批示精神 以及市两会精神 部署加快推进亚亲会各项筹备工作 会议强调 场馆运行 赛事安排 服务保障 宣传推介 是近期的重点工作 要尽快研究组建专业的场馆运行团队 提前介入场馆运行管理 要及时启动网上第二次报名 做好团长大会线上会议的准备工作 精心策划开闭幕式 要制定严密的疫情防控政策 要加快市场开发 推进亚亲会品牌的全方位开发 要抓住春节元宵等关键节点 拓展亚亲送福内涵 丰富线上活动 执委会将对工作之后的部门 要进行通报亮红灯 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 今天上午 亚亲会主场馆项目迎来新节点 亚亲会体育场和体育馆金属污面施工 基本完成 场馆雄资初步展现 这里是亚亲会主场馆项目的施工现场 随着我身后主场馆金属污面的施工完成 场馆造型飞舞的浪花 开始展现在东海岸之上 在阳光的照耀下 波光零零的海面 与雄伟的场馆相呼应 高颜值的造型让人赏心悦目 亚亲会主场馆金属污面造型独特 结构复杂 工作面大 是主场馆项目施工的重难点之一 本身我们钢结构这个骨架 它就是双曲面的 所以说随着我们这个金属面 它也是双曲面的 所以说它这个不规则形状 首先这就是第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就现在我们这个金属面 这个层数非常多 面积也是非常大 春节期间 项目400多名施工人员选择坚守岗位 全力冲刺工程进度 来自江苏泰州的机电安装工人 钱普林就是其中之一 他响应刘膳过年的号召 第一次和家人在汕头过春节 尽管远离家乡 但施工单位的关怀大礼包 让他倍感温暖 商务部给我们三米的工资 是吧 一些额外补助 还有什么文气活动 都挺好的 今年过年我们施工 主要是对精装修 木墙 还有体育工艺的一个基础施工 大约是留守了将近400多人工人 目标是我们5月份 如期交付使用 昨晚市区松山路中山东 至珠城路段 黄山路中山东 至珠城路段开放式通车 至此 珠港新城市政级配套一期工程 一阶段六条道路 以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实现与东山东路等 城市主干道的互联互通 一期工程项目全长约2000米 共包含六条道路路段 包括珠港新城片区的 恒山路 东山路 黄山路 珠港路 昆仑路等有关路段 分别为城市次干路 和城市之路 项目还包含 恒山 松山 昆仑 黄山 四座路桥 项目是珠港新城片区 东海岸片区 居民出入的主要通道 也是通往亚青会 主场馆的市政配套道路 接下来我们会加紧 进行一些所谓的工作 松山路桥 黄山路桥 贯通 标志着 珠港新城片区 市政道路 之本贯通 春节玉境 年味愈农 为降低人员流动 带来的疫情风险 就地过年 已经成了多数 在善务工人员的共识 而为了让 流善过年更有温度 昨天下午 市工商联总商会 举行仪式 发放支持外地 务工人员 在善过年消费券 为符合条件对象 送出助流福利 春节期间 市工商联总商会 将拨出50万会费 向会员单位中的 外地流善过年员工 发放实体消费券 外地来商的员工 都是我们城市的近视者 希望我们能够 通过这个活动 为他们送上 总商会的一份关爱 感谢他们对 商头经济特技所做的贡献 我们湖北商会在商头 现在目前是有 100来家企业 会员企业 在商头的会员的人数 大概有上万人 这次市工商联 发放这个优费券 是被我们这些 就地过年的 外来工作者的一份关爱 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懒心的服务 春节临近 城海区教育系统出十招 全力服务好 流善过年的外省级师生 让他们欢度新春佳节 感受汕头浓浓的人情味 在城海区莱污中学 有170多名外省级教师 和学生留在当地过年 学校专门成立了 流善学生家长微信群 召开线上家长会 每天及时推送交通安全 和疫情防控等通知 学校还成立了12个家访小组 逐一上门家访外省级学生家庭 今天上午 家访小组来到学生 周婷婷家里 了解他的假期生活情况 并送来课外读物和防疫物资 学校的教育和安全 还是说得比较到位 虽然我们留在一地过年 但是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这个家访小组里 就有外省级教师周春妍的身影 今年寒假 周春妍一家也留在城海过年 既然留在了汕头 就想着能够在学校里面 做一点事情 我们就有宣传他们在群里面 微信群家长群 就有宣传叫这些防疫水的安全教育 还有有关交通安全教育 图池小学则积极开展 一对一帮扶活动 让外地学生感受同学们的温暖和关爱 本地学生林明硕 就帮扶云南籍学生黄海良 这段时间他们在学习中互相帮助 感到非常的开心 像英语的发音问题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我能够帮助他 我们两个在一起阅读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互相交流一下 看完这篇文章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今年有14000多名外省级学生 和400多名外省级教师 留在城海区过年 区教育局在全区中小学中 开展主题为合力监护相伴成长的 学生安全守护专项行动 加强对学生的安全引导和关爱帮扶 让学生尤其是就地过年的外地中小学生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 健康安全的青春佳节 我们希望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发动 让这些外省级的老师跟学生来体会这个他乡 及故乡这种感觉 让他们在这边能够挂上一个健康 祥和的春节 去年汕头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正式实行 条例的出台 为汕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供了有力支撑 对规范市民生活 特别是公共社会行为也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中既有倡导文明行为的正面清单 也有列入负面清单需要重点治理的不文明行为 一起听听城管交警和民政部门对条例的解读 我们特别是针对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乱停乱放行为 做出了一个规定 要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经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应当按照规定合理有序投放车辆 加强日常维护管理 续部改正的还可以限制他的车辆投放 除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条例中将这个价值质量闯红灯逆向行驶 违反规定随意变道穿插超车或者超速行驶 礼站行人这些都列入重点治理的清单 下来这个交警部门对列入重点治理清单的 交通违法行为加大广理和查处的力度 市民政局联合有关职能部门 在每一年的清明和冬至前 又会举办骨灰集体海账活动 现在还推出了树账花账 各区县民政部门也出台了制度跟办法 让文明平常条例深入人心 让咱们这个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真正的落到实处深入人心 昨天上午11点多 号牌为月低FN099的小汽车 从护堤路自南向北逆向行驶十分危险 1月27日上午9点半左右 号牌为月低RX750的小汽车 也在湖堤路上由南向北逆行 昨天两辆车的驾驶员罗某和李某 都被传唤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 两名驾驶员分别被处以扣三分 罚款200元的处罚 出行要提前规划好路线 不能逆向行车 要遵守交通规则 果条米粉等湿米粉类产品 是市民喜爱的食材 市场消费需求较大 近日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专项行动 加强对湿米粉类产品的监管 要求湿米粉生产企业 严格把控产品出厂时间 必须精确到小时 专项行动重点检查 湿米粉类产品的生产环境 和市场的储存条件 以及产品来源 标签 票证等 这家果条厂 每天有将近20吨产品供应市场 对于食品安全的一颗不敢松懈 盐把原材料进货 盐控生产过天 提高食品质量 湿米粉为及时冷藏保存或超过保质期 食用后容易引发米酵菌酸毒素中毒 消费者购买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要特别注意这个湿米粉产品的质感 气味 不能有异味 还有它的色泽 我们看这个湿米粉看的时候 它不能有出现异常粘粘的情况 标签上的生产日期 保质期都要精确到小时 建议消费者在24小时之内食用 要低温冷藏保存 下来呢 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深入开展 装上整治 将决打击湿米粉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连日来 市公安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和市卫健局对符合城干货市场 市农副产品批发中心市场 西港水产品交易中心 和欧厅综合市场等地开展专项检查 重点检查各经营户售卖食品票证是否齐全等 切实保障春节期间市场供应和食品安全 在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检查人员对干贝 杨渡君 白菜 荷兰豆 西芹 番茄 和黛鱼 白昌鱼 纳歌鱼等 13个批次食材进行现场抽样奉检 检查结果均为合格 在符合城干货市场 多家海产品干货店 均能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检验报告及进货凭证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你可以关注汕头新闻的微信微博 感谢收看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